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修筑江河的桥基 桥墩 在修建桥基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 叫做凿水底而容锯铁其中 就是在江河湖泊下面要修筑 桥墩要挖得很深 西方人他们不相信有龙王之功和薄之宅 他不相信有这个说法 所以说他们采取榨山 在水底下修桥墩 说他们是西方国家 他们是信天主教的 他们不懂这些东西 但是中国情况不一样 说中国历来就是所有的名城大川 都是有山神的 有河神的 如果清政府像洋务派那样修铁路 也是开凿隧道 在江河湖海当中修桥墩 就会使得很多人惊耳骇目 群势为不祥 就会使中国人引起一些恐慌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是认为这个名山大川 都是有这个山神的 都是有河神的 而且经常是祭祀他们 所以清政府修铁路就会使得人民呢 对于这个事情感到惊耳骇目 非常的害怕 非常震惊 群势为不祥 认为会导致一些灾难 那么他讲 他说如果说开这个山 开到这个碎洞 用炸药炸 是吧 修制桥墩 那么就会使得呢 山川之神不安 这些山神 河神就会不安定了 即汉烙之灾一朝 就容易导致这种大汉或者这种烙灾 那么说当时一些这个封建顽固派 对于洋务派 兴办各种洋务事业 都给予了这种批评 给予了抨击 那么洋务派 那么从各个方面进行了一个反驳 洋务派讲 为了欲武自强的需要 那么需要修建铁路 那么修建铁路也是有益于国际民生的 修建铁路有利于清政府这个运兵运谢 有利于这个通讯等等 从各个方面对于这个顽固派 这种这个批评 那么进行了一些回应 进行了一些反驳 那么在这个洋务运动当中 这些顽固派 这种开矿山会耗劫地利 会破坏地脉 会破坏风水 会导致当地的这种人盯不忘 这个科举会受到这个阻碍 对于这种说法 它的这种荒谬性 我们不必去进行这个评价 我们都知道这确实实是非常荒谬的 那么但是我在这个地方 我要强烈一点什么呢 就是顽固派同洋务派 在19世纪70年代 80年代的这种争论 是吧 也不是在这个时候刚刚出现 在清政府的前期的 这个矿场开采当中 就有过这种类似的这种争论 就是洋务运动当中出现的 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争论 我们可以追溯到清政府前期的 这个矿山开采这个政策当中去 如果在清代前期 统治阶级内部围绕着开矿山的问题 开办矿场的问题 一直有两种态度 或者存在着两种争论 一个是主张要严禁开矿山 一个是主张可以开矿山 就是有严禁和持进的这么一个争论 那么当时统治基金内部 有些人之所以主张要严禁开矿山 禁止开矿山 它的理由主要有两个 那么第一个理由就是说 凡是开采的矿山的地方 都是在一些边远的省村 或者边远的地区 如果在这些比较边远的地方 开采矿山 就会聚集大量的矿山的矿钉 就是这些矿工 那么动辄几千人甚至上万人 那么它远离这个省会 或者远离这个都市 在偏僻的地方 那么这些人就很难管束 没有人对他们进行约束 叫做呢 一聚而难散 把它聚集起来很容易 但是要解散他们很难 那么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就很容易滋生事端 就会破坏这个地方上的治安 这是他们反对开矿山的第一个理由 那么第二个理由就是讲 开采矿山就会破坏地脉 就会破坏风水 就是叫干天地之河 而酿天灾 那么这是这么两个理由 那么在这个清政府 这个开矿山的这个前妻 就是清政府的前妻 对于这个开矿山会聚众闹事 对于这种观点 当时有的人就做了一些批驳 那么当时一些清政府的官员 他是这样讲 说呀 众多的 很多这个无业的游民 他们去开矿山 那么他们生活上有了着落 经济上有了来源 是吧 他们对于清政府呢 只能够感恩戴德 他就不会再闹事情了 是吧 因此他们讲 这个开矿山呢 对于这个这个地方治安 不会造成严重的威胁 是吧 他们讲 说那些主张严禁开矿山的人 往往是混淆了事实 是吧 他讲什么呢 说凡是开矿山的时候 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些 你不知道 斗殴 是吧 盗窃 发生这些事情 他们都说成是由于清政府 开办矿山造成的 他说实际上这些事情呢 是一些社会当中 一些寻常的一些小事 在社会当中 各个这个地方都会出现 哪些地方都有 什么斗殴啊 盗窃啊 都会有这些事情 那么这些反对开矿山的人 是把这些东西 把这把这些现象 把它片面的把它夸大了 把这些寻常的这些社会当中 那些弊端都说成是开矿山 所造成的这么一种独特的 这么一种社会治安问题 那么因此啊 当时有一部分清政府的官员 对于开矿山会聚众闹事 对于这种观点 那么进行了批评 那么所谓开矿会聚众声势 这种说法 它属于这一种什么呢 属于一种社会政治层面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比较容易解决 人们这种错误的认识 比较容易呢 得到这个解决 那么这个乾隆皇帝 道光皇帝 先锋皇帝 对于聚众开矿 容易声势 对于这种说法 都给予了一种批评 就是清朝皇帝 对于这种说法呢 都给予了批评 那么因此这种聚众 姿势说 在洋务议论当中 没有在此抬头 这个洋务派 开办洋务议论的时候 搞洋务议论的时候 是吧 那么这个风景顽固派 没有以这个理由来反对 开这个洋务派这个开矿山 办工厂 那么但是 有关开矿山办工厂 会损害地脉 会破坏风水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说法是属于人们的一种思想 意识层面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要想解决 要想破除 它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那么因此 在洋务运动当中 这种开矿山 会破坏风水 这种说法 再次抬头 再次抬头 那么这个清政府 或者是清朝统治阶级 在最初的这种 清政府的这种矿山政策当中 是吧 他们也曾经相信 这种地脉说或者风水说 那么在前期清政府就规定 凡是开采的各种矿山 若有爱 浸山风水 民田 卢木者 折用风禁 凡是 是吧 会破坏风水的 那么这些都是要风禁 是不能够开采的 那么只有那些 无关城池龙脉 即古兮帝王圣贤陵墓 是吧 他开采 不会破坏 是吧 城池的这个龙脉的 不会破坏啊 圣贤的这个陵墓的这个风水的 这些地方才可以加以开采 那么在这个乾隆朝 有一个官员 他就讲 说北京昌平的这种流矿 是吧 说这个流矿呢 正好是坐落在京城的啊 一个 千坎之位 也就是说 这个流矿山是北京北面的一个屏障 要求乾隆皇帝 禁止开采这个流矿 他说否则的话 就会破坏整个京城的这种风水 要求停办啊 这个矿场啊 干什么呢 以安基辅数百里 内之昆宇 保神经 亿万四年之元气 啊 就要求在乾隆朝 就有官员提出来 要停办啊 这个昌平的这个流矿山 那么在乾隆朝 他修了一个山西省的一个大同府制 这个大同府制 他是讲一个什么问题呢 讲在山西开办各种矿场 开采煤矿啊 不但在目前是没有力的 而且会危机到将来 说山西这个地方 出现地震 都是由于山西这个地方开采煤矿造成的 而且讲由于山西这个地方开采煤矿 使得其间的人文阻塞 三四十年间无一劫发 是讲什么呢 说山西这个地方由于开采了煤矿 不但造成了这种地震 而且使得三四十年当中 山西这个地方没有出现一个杰出的人物 就是把山西这个地方没出现杰出人物 也归结到或者归罪于 这个山西这个开采这个煤矿 那么说这种开采煤矿 开采铁矿会危害地利损害地脉 是吧破坏风水 那么这种说法 那么从清代初期到后来一直在延续 一直在延续 那么到这个1841年 那么还有些人向新政府上奏折 讲什么呢 说开采这个各种矿山 有六条不能够允许的理由 说从六点来论述开采矿山 它是有害处的 一约既军务而防军务 他们说开矿山会有利于军务 这是洋务派讲的 开矿山有利于这个军务 是吧 炼铁是吧 有助于清政府呢 搞这个军事工业 他说呢 他们讲洋务运动讲 洋务派讲说既军务 实际上呢 是转房军务 二约御国堂而十号国堂 三约广盗贼之搜 四约扰屡炎之夜 五约肥滩华之陀 六约谢山川之灵 那么他讲什么呢 说开采矿山实际上是有六个大的害处的 洋务派所讲的那些好处 实际上呢 没有都是有坏处 那么在这个四十年代的时候 很多人呢 那么都是讲到这个清政府啊 办矿山还是有很多害处 那么鸦片战争之后 那么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之后 那么清政府的财政这个时候 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困难 那么1853年的时候 清政府的这个户部存的银子只有22万两 他的军饷财政发生了严重困难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那么清朝统治阶级就希望通过开采矿山 来筹集军饷 来扩大他的财源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咸丰皇帝亲自出面 就是批驳这种开矿山会破坏风水 就对于这种学说 这种说法进行了批驳 那么咸丰皇帝就命令各个省的总督和巡抚 这叫做什么呢 武德扭于吉席 听任不消官吏 名为封禁暗取漏规 但已有碍风水 聚众滋事等于 易奏塞泽 咸丰皇帝讲什么意思 那就说啊 现在这个军饷很困难 财政很困难 说各个省的都府不要 拘泥于过去的一种说法 听任这些地方官府 或者一些不消的一些官吏 以有碍风水为由 禁止这个民间的开采矿山 不能够这样 那么咸丰皇帝以帝王之尊 出面批驳这种开采矿山 会有碍风水 那么一个方面 反映出了清政府急于开矿 来筹备军饷的这种 这么一种窘迫的心理 是吧 但是同时也说明 这个时候统治阶级 它的意识 它的观念发生了转变 是吧 就是原来的 有些人所讲的 开矿山会有碍风水说 已经不再被清政府 被清朝统治阶级完全认同了 是吧 那么咸丰皇帝的这个态度 是吧 就使得所谓的开矿山 会有碍风水说 失去了以往的那种神圣的 那种光芒 是吧 以前讲的很堂皇 是吧 开矿山有碍风水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咸丰皇帝亲自对于这种 开矿山有碍风水说 进行了批驳 是吧 那么这样 对于这个洋务派 是吧 抛弃传统的这种旧说 是吧 不顾顽固派的这种反对 决议来开矿山办工厂 应该说 它是有重大的这种帮助作用的 就是后来洋务派 为什么能够 是吧 不顾顽固派的反对 坚持要开矿山办工厂 那么同咸丰皇帝 批驳这种开矿山办工厂 会有碍风水说 从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么这个洋务派当中 我们前面讲到了 是吧 就是通过咸丰皇帝的批评 这个有碍风水说 虽然呢 没有能够再次兴起 那么但是这个风水说 就是开矿山 有碍风水说 仍然还是有它的一定的影响 那么这个对于洋务运动 还有一定的这种阻碍作用 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例子 就是洋务派为了运煤 从虚果庄到煤厂修了一段铁路 那么修建这个铁路之后 当时洋务这个顽固派进行批评 面对着顽固派的批评 洋务派 是吧 在这个铁路上 没有用这个机车 来这个 托运这个这个这个 煤车 是吧 因为什么呢 用机车托运煤车呢 他会积极轰鸣 是吧 火车一走 哼哼哼响 是吧 他们讲会什么呢 会震动这个山神 会影响到清政府 这个祖灵 这个这个甚至 会移到这个辽阳 这个这个辽宁 是吧 沈阳这个地方的这个黄陵 那么洋务派为了应付这些顽固派 是用这个马或者牛 用这个蓄力 来拉引这个牛车 就是说在洋务运的当中 这些顽固派所讲的 这种所谓的风水说 对于这个洋务派 还是具有一定的这种影响作用的 那么我们如果从历史联系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从清政府这个前期的这个矿场政策 当中出现的这种有关开矿山会破坏风水 联系到洋务运动当中的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争论 我们可以发现呢 洋务派和顽固派有关开矿山会破坏风水的这种争论 实际上是清政府前期的矿场政策当中的一种争论 一种延续或者一种翻版 那么这个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争论 虽然有是非之分 是吧 有开明与保守之别 但是他们都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 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属于封建统治基金内部的这种争论 他不是像有些人所讲的是什么资产阶级和地主基金之间的矛盾 就是洋务派和顽固派他们之间有争论 但是这个争论是封建统治基金内部的争论 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基金之间的这种争论 这是我讲到的第四个问题 就是洋务运动当中出现的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争论 同样也可以追溯到清政府前期的这种矿场政策当中去 那么下面我对于前面所讲的有关洋务运动和清政府的这种矿场政策之间的关系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我有一个结论性的一个说法 那么我想是这样 通过以上我们所讲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看出洋务运动当中出现的很多问题 都从清政府的前期的军政政策 矿场政策商务政策 有着密切的一种渊源关系 从历史联系的方面来看 历史联系纵向的这个坐标来看 无论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出现的整军金武风潮 还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洋务运动 还是20世纪初 还是20世纪初 就是清政府搞的这个更新新政 那么他们都是清政府 是吧 面对着国内外的变局 推行的一场不成功的自救运动 就是19世纪40年代的整军金武风潮 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 是吧 20世纪初 就是八国联军之后的清政府搞的更新新政 都是清政府清朝统治阶级 是吧 力图自强自救的这么一个运动当中的一个环节 那么尽管每个环节 它都不是对于前一个环节的一个简单的重复 它都是一个不断的升华 是吧 无论是从这个深度还是广度 都是一个向上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 那么但是这些运动 是吧 整件金武风潮 洋务运动和后来的更新新政 都仍然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 或者封建的这种政治或者经济的范畴 没有达到一个止变的过程 那么因此就洋务运动本身而言 它不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运动 那么在洋务运动当中 封建专制制度 以及它的一些传统观念 始终影响着洋务运动发展的各个阶段 或者说洋务运动的兴起 它所取得的某些成功 以及洋务运动的一些局限 它的一些失败 都和清政府前期的这种传统的矿场政策 军政政策 商务政策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么这就是我对于清政府的 这种洋务运动和前期的矿场政策 军政政策之间的关系的这么一个理解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